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五十岁以下的族人还是他一手带大的 所以当地居民都称呼赵修女为姆姆 而现在呢就要一起来看看这位来自意大利的修女姆姆 是怎么用无限的爱来造福新竹县兼石乡纳罗部落的居民 这里是位于新竹市博爱街的耶稣乐商修女会 1961年4月22日 耶稣乐商修女会的修女们 从意大利远渡重洋来到台湾 在新竹地区宣扬天主之爱 六十多年来 这群外籍修女在新竹地区投入弱势族群 偏向原住民 社福机构 深藏团体 幼教园所的服务工作 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耶稣慈爱的精神 而我们今天介绍的主角 就是隶属于耶稣乐商修女会的赵秀荣修女 她在新竹县兼石地区关怀弱势 照顾偏乡孩童 用无私奉献的一生 写下了名为爱与守护的故事 清晨时分 高龄九十一岁的赵秀荣修女 潜心祈祷 亲近天主 感受天主的临在 1932年 赵秀女出生在意大利萨丁尼亚岛 由于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而如暮染的情况下 启发她想要修道的渴望 我们都是天主长 这是我的奶奶 我的阿公 我好期待我们都是天主教 我度过幼稚园 就是修女带 我很背负修女 带我们度大幼稚园 我看到他们很为照顾我们小孩子 我长大的时候可能要当修女 随着年纪增长 赵秀荣修女收到的信念越发坚定 她希望可以到生活环境比较困难的地区传福音 宣扬天主的美善 我知道有我们的修女会去那个传造的 我喜欢他们的那个景色 有刚过的那个在国外传造的修女 我看到他们到回来的时候 给我们小孩子 给我们说 那边很多小孩子没有放弃 没有穿好的衣服 我长大的一定要当修女 要去那个地方 就是这样 因为想要向世界分享耶稣的爱 去国外服务最需要的人 赵秀女加入了天主教耶稣乐商修女会 而她会来到台湾 赵秀女说是因为天主听到了她的想望 我知道那个我们的修会要来台湾 所以呢 我已经安排要写一个 申请书给我的中会长 可是呢 这个是很奥妙 我估不出来这个 很奥妙 我还没有拿笔写中会长的电话 给我的会长 她说 我安排那个赵秀女要到大一晚了 就是这样 是天主她自己安排的 不是 因为我很渴望 就是这样 天主给我安排了 真的 我会掉眼泪想起来这边 那个时候她从飞机 她要回来服务台湾的时候 她第一个她就跪下 她就亲这个我们台湾的土地 她说 我所有的精神 所有的希望 所有我把我的人 就交给天主 把我放在这个台湾 修女这里是哪里 九栅头 九栅头 进去吗 九栅头 九栅头 这里是耶稣乐商修女会 位于新竹县横山乡 九栅头的会院 是耶稣乐商修女会 来到台湾 在新竹推动扶船工作 重要的工作据点 那我最感动的就是 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年轻的 才二十几岁 那来到台湾 台湾当时的社会状况 还是很贫穷吧 对不对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其实都是靠走路 就是从九栅头 尖石就这样走路 对另外还有就是修女们 还做医疗的保健 卫生方面的这边这样子的一个协助 那当时他们的那种 就是只有扶船的热化 那也都不想到自己 1961年 29岁的赵修女来到台湾 她先在师大学中文后 隔年便被派到新竹县横山乡服务 当时她就是居住在这座会员中 开始推动在台湾的扶船工作 我们那时候 是个人 我第一个是学个家 个家化 那个家化是这边的平地化 如果 你要见一个人 30岁以上 他一点意气过意都不会 所以说要个家化 那我就个家化 我希望你老开心 那我多个家化你们都过意 就是这样的平 两个国意两个家化 赵修女和其他耶稣乐商修女会的修女们 开始在新竹地区传教 再一次前往监视乡山上 举办教会活动的旅程中 引发赵修女 想要前往监视乡山区服务的决心 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有神父在那边服务 他们有需要修女来帮忙 我最感动的是一个妈妈 他们来礼拜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篮子 他们这些坐的篮子 背 后来孩子在里面 他们背孩子这样 我很感动 小孩子拉妈妈的头发 后来我安抚小孩子 我的工作在教会 那个时候开始这样 妈妈没有办法 我在他们的妈妈的后面 抱来抱去 有了安抚小孩子 让他们比较轻松 像我们来听旺米莎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的孩子还很小 因为去米莎他们会玩啊 他叫我们说好好的旺米莎 孩子他要顾 因为看到部落的需要 赵修女决定踏上前往 尖石山上的扶船之路 为部落居民服务 他用尽一切的心力 守护部落族人 使见他永远与部落族人 在一起的承诺 从意大利来到台湾之后呢 赵宋修女就开始展开 他在新竹尖石山区的扶船之路 那个时候的尖石山区道路并不完善 也没有什么大众交通工具 几乎都是崎岖南行的山路 当时赵修女他完全就是靠着自己的双脚 徒步往返横山跟尖石之间 而且常常一走就是七八天的时间 当时他带着斗笠 手拿竹竿背着行李 就这么走在崎岖山径上 一步一脚印去关心部落居民 虽然现在赵修女年事已高 已经退休了 可是他心里头还是常常惦记着 尖石山区 那群他曾经照顾陪伴过的部落居民 所以有空的时候呢 他还是会回到山上去探望 陪伴他们显化家常 关心他们现在的生活 而接下来我们就要实际走访 新竹县尖石乡的纳罗部落 来看看赵修女是如何用尽一生的爱 在坚石山区为部落居民请祝她的一切 以前的都没有 从那晚都没有阶子 那你以前都怎么上去的 走路 都是走路 从这边的到上面是走路 除非是有人家开那个什么阶子 载东西的 那个没关的阶子 没定回来来去去 我从没关的阶子进去 为了探索赵修女扶船的旅程 我们开车带着修女 前往她曾经服务的纳罗部落 当时的她 常常徒步到纳罗 田谱 秀鸾 太刚 星光 正西堡 御丰 司马库斯等部落传福音 这片眼前的山林 都见证过赵修女不辞辛劳 深入山区关怀部落居民生活 现身扶船的足迹 在这边山山去摆饭 平穷老人 都有 差不多 要看哪个部落定下来的一个 至少也是有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后来要到山上差不多 从这边到那落后面 那个山后面 那个是要一两个小时 当部落居民知道他们是为 木木的赵修女 今天会上山来看他们 都迫不及待的来迎接她 我还有想念你 有 我有想念 在纳罗部落的每一家和每个人 几乎都受过赵修女的帮助 对于眼前这位慈祥的木木 纳罗居民心中都是满满的感谢 赵修女就像是他们共同的母亲 细心守护他们 那我来说的话呢 我在外面求学 可是要读大学的时候 她看到这样子 我来在教堂住 她就照顾我 然后我们这些很多小孩子 来这边住了 很多她说不收学费 都不直接 然后无言无悔地付出 像我父母父子病那些的话 赵修女也是生病了 或什么 她也会拿药的给她们 提供给她们去照顾她们 所以说像这种精神 不配不允难 那比如说米油盐 这种最快速 最能够解决家庭的 这样的一个生计的部分 她会先帮忙处理 遥想当年浮船之路 不管路有多远 山境有多崎岖 赵修女总是不辞辛劳 为部落需要的居民 送物资 照顾孩童 协助病患就医 对于这群孩子 她的心中总是充满牵挂 为了孩子的需要 她就这样走过 坚实地区的高山峻岭 一走就是一辈子 她物资是因为外面送来的 她就为了要扩散多一点 不能说一大包一大包给人家 她会包差不多五斤米 还有面什么东西 包起来一份一份 还收到后山 还有我们这边 这样 很远哦 石垒 御丰 还有秀兰 秀兰过去叫什么村都忘记 我来这边的时候 比较单纯 比较平衷 后来也不容易出去 因为没有路 比方有中间市 住在间市后来来这边的时候 都是走路 这边到那个山 都是走路 四个小时的路 所以我跟她这样子去拜访的时候 她为了赶时间 因为都要徒步嘛 她就会说 赵修女 我们来比赛赛跑 其实她在争取时间 那时候我不知道啊 那我想说 哎 兄弟好啊 我们来赛跑 其实她在追着下课的学生们 赵修女不仅照顾部落居民的生活 更是部落居民的心灵导师 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 安慰着每一颗需要抚慰的心 贫穷的她都会帮忙 读到高中 她鼓励孩子 已经要读初中跟国中到高中 她都会鼓励他们 一直到大学 你没有 没有 比较没有 比较穷的 她都会帮忙 学费啊 还有他们的交通费 也是 住宿费也是 她那时候连结了一个意大利的资源 其实我不太知道是谁 那所以从那个国小一直到国中 包含零用机 包含每到过年连结的 一些服装的购置 这些她都给一些支持 那我知道 其实因为她这个很私底下 但是有不同的访问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提这一块 因为我很高兴是每到过年的时候 我都一套很新的衣服 阿婆 欢迎你来 来 你在这边 阿姨 比方窗户没有这样 我那个清纯的顶先部帮我 因为他是美国人 他说在美国有那个玻璃很漂亮 他说我在清纯已经走过了 要不要我们换那个玻璃 因为本来是那个湿不干净的玻璃 那个白色的 真的很難看 沾沾湿的很沾 风很多 后来我说 好啊 你帮我这个 1967年 纳罗部落的圣方济沙物略天主堂落城 赵兄女正式进入纳罗服务 并协助监石塘区的传教工作 为了提升部落居民的经济能力 他成立妇女裁缝班 教导部落妇女编织和裁缝 拥有一气之长 那个时候我们中开市的时候 我们房间里 一般是脚蛋 一般是裁缝班 这边都是缝一起 我有六个房移籍 因为小姐们没有能力去读书 她们没有钱 哪一个小姐家出去什么都不会做 她们能力不会做家里的事 我找到练出菜我就找到 其他的都是做衣服 他们好先找他们勾东西 材料我去新厨买 我比较喜欢去新厨买比较便宜 这会有 这边到建许有中国 建许有公车 教会就有学裁缝嘛 还有勾毛线 她都会叫妇女过来学 还带孩子哦 带孩子 孩子她还要照顾呢 小时候嘛都是用摇篮睡在那边 勾毛线啊 都是做帽子 做衣服 我大概以前都会在这里学的 我们这边当出了采缝班是在 教堂后半段 那时候真的是很多妇女也不分宗教 有基督长老 然后修女还会去买几个摇篮啊 让那个婴儿啊 好像买四个五个 我买很多玩具啊 挂小朋友的那个睡的地方 小朋友 我一面我的所在小朋友 给他们玩一方面是跟妈妈 直接做事 从关怀生活状况到改善经济环境 照收女用无为不至的照顾 照亮坚实部落 给了部落居民无尽的爱 除了帮助部落居民学习职业技能 提升经济水准之外 赵松女呢 也在部落里头推动幼儿教育 提供部落陆式家庭孩童学习的机会 她在1972年创设了天主教方济幼儿园 而且担任园长的工作 让部落当中很多经济匮乏家庭的孩子 可以接受学前教育提升未来竞争力 除了学前教育之外呢 她还募款兴建了纳罗青少年活动中心 提供部落青少年学生 从事正当休闲活动的场所 接下来我们持续在新竹县 坚实乡的纳罗部落 要来看看赵松女如何一肩扛起 坚实地区部落孩子的教养责任 用教育来翻转部落孩子的未来 这里是位于纳罗天主堂旁边的天主教方济幼儿园 部落的孩子们正跟着老师学习部落族语 我们的母语有点消失 有一些消失掉了 有的小孩子根本不会讲 连年轻的妈妈也不会讲 所以我们尽量让他们 教这些母语 让他们知道是清楚了解一些最简单的母语 因为像幼儿园只能用说的字他们看不懂 就是在他们记忆里面就是有这个东西 一方面在这里教我们也会鼓励妈妈说 尽量让孩子用母语去说 这样我们就不会遗失这些我们的文化方言这样子 天主教方济幼儿园是1972年由赵秀荣修女所创立 照顾部落二到六岁的雪林前幼童 希望部落的孩子可以借着教育翻转未来 没有 没有 凭充 连那个水晓要付一点钱 只想那个天心 一定要付一点钱 可是我们一来的什么都不要 教育非常地重要 马上开始 搞那个肉体 第一个工作感觉之源 我来开始一步一步 掀开小朋友的教训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教育最重要 当时部落中有许多家庭因为经济因素 无法让孩子接受学前教育 赵秀女挨家挨户拜访 说服家长送孩子到幼儿园就学 他都是跟带着老师去访问 不可能去不妨 你不妨问我那些我们这里的孩子 家长比较被动 对比较贫穷 他都会帮忙 他会知道 因为小孩子都会来这边 除了课业之外 赵秀女更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 培养良好人格 拥有正确的价值观 信仰跟品德非常的重要 他每次跟我讲 小孩子的品德非常的重要 以后他如果最小小没有好好的教育 教育好 到了长大一点 现在五六年级真的不好待了 就像我们刚开学的时候 常规 这个常规非常的重要 规矩 然后礼貌 然后怎么样 怎么样放好自己的东西 然后怎么样 回到自己的位置 怎么样不要到处乱跑 就是所规矩的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不要大声吵闹 这个就是规矩 也规矩在里面了 他这一点蛮重视的 下午点心时间 孩子们开心地享用 原方精心准备的餐点 赵修女陪着孩子们用餐 在未退休之前 都是她亲自为孩子们准备餐点 就怕孩子没有吃饱 然后以前是他们带便当 带便当里面 你打开他们的便当 一条四季都在里面 会木木很心动 然后他就自己做点心 做点心 然后补充他们营养这样子 然后果酱他也自己做 他也会教他们做点心 甜点圈 麻花卷那种的 他这个也教他们做 然后顺便他也做小朋友的点心 然后很想念那个味道 因为小孩子的妈妈 她就当着工作 还是家里有小的 我怎么叫他们这边来呢 我自己处理 小朋友在这边 我不想给他们提一个冲饭 那给他们提一个冲饭的时候 不是我要做 我也没有请人家帮我做 在坚持部落有不少的家庭 三代都是从天主教方济幼儿园毕业 他们和赵修女就像是家人一样 拥有难以割舍的亲情 永远的感谢 他虽然不在这边 眼睛大了 我们会想 想他过去 他对我们的爱 对我们的付出 在我自己 在我自己家里 我会永远的感激 感谢 除了儿童教育之外 赵修女更将关怀的触角 延伸到部落的青少年 1994年 她募款在方济幼儿园旁 建立了一栋 两层楼的 纳罗青少年活动中心 让部落青少年和学生 有一个休闲活动的场所 活动中心非常重要 青少年是因为 我来这边的时候 一段时间 我有了青少年 他们没有去读书 没有钱 他们去工作 那这边是他们的家 教会是我们大家的 那没有地方 这边我也不能在青少年会 小朋友可以 青少年会不难 他们就音乐 他们要张歌 我也会叫他们张歌 会拉开那个活动中心 后来佛教也帮我 因为他们站站来 这边也给我聊天 这个部分早期呢 其实到现在目前 大家当然使用的这个目的 还是大同小异 比如说像有一些资讯的部分 其实在后面这边会比较丰富 在我们那个年代 可能就是有人送一些二手电脑来 那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青年就是 上上网 大概是这样而已 那大部分还是以青年聚会 周六 然后再来 假期 寒暑假有没有青少年的营队 然后再来就是 国小学生的 小学生国中的 这个 暑期的辅导 辅导课 大概有三周 类似像这样的那 平常大部分还是作为青少年聚会为主 如今的纳罗青少年中心 已经成为部落青少年重要的避风港 赵修女就是这样 用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关心 守护着坚实山区部落的教友 她跟我讲说大概有五十万 大概五十万 那个时候二十年前五十万也算蛮多了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 小朋友慢慢慢慢开始多了 然后 当然以前他们付学费 他们做把模的时候是 他们一下子就会给钱这些小朋友 后来把模慢慢慢慢消掉了以后 没有了 小孩子不给他们读书了 就留在家里面在那边跑跑跑 后来修女就去把他们召集回来 把孩子给他读书 我们不要你的钱 孩子需要教育 像比较远的地方 他用车子把载回来 他偶尔我就跟母母讲 那怎么办 我说 钱 我们要支出的钱还有薪水 他说不要担心 有天主安排 那个时候他就去意大利 去意大利了以后 他就募了一些钱 然后他这个本来不是这样子的 本来是水泥地的 后来他也是用这个募款来 来建设这个教会 他在我心目中 大概有两个角色 一个是我小时候 他也常常帮我回忆 所以他有像母亲的那个角色 所以这边的人很多都叫他雅雅 所以叫他妈妈 那第二个呢 他有一点像岩师 是很好的台湾 有礼貌 有爱 都有 台湾的人 他们看到我在这边 我常常一大堆的人 从你从台北来跟我 来叫我给他们祷告 29岁来到台湾 整整经过了61年 赵修女的一生 早已和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2018年7月23日 他在纳罗天主教青少年活动中心 活搬中华民国身份证 完成多年来的心愿 成为真正的台湾人 挑眼泪 我真的是台湾人 因为我的心已经在这边 在这边的工作已经 后来拿到这个身份证 真的我是台湾人 不会跟我做 当年那位从意大利 来到台湾的年轻修女 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阿嬷 现在的她虽然已经退休 但是不变得是那颗无私奉献的心 他在坚实地区传爱半世纪 为守护部落居民奔走一身的事迹 将永远在坚实地区的山林中传颂 前世纪的一名 enduring sacrifice那個人祖父子, possible to celebrate his babies as of people like this little boy. During the Catechesis, he recalled the episode in Acts of the Apostles in which the boat in which St. Paul was traveling sank. The shipwrecked made it to Malta. There, the inhabitants took care of them. Pope Francis emphasized three points. First, that St. Paul didn't lose his faith despite the hardships. 第二,二十一,那天使用了这信心 以为了美食,使用了聖牧场 以保护了一刺的热血 尚终的副法 尤其是,大宝言了 对于聖牧场的保护 人的老人 老人人都很精识 他们都很群细 他们欢迎 从那时 我们的故事就说 这时的故事 这种旺人很棒 Pope Francis commented with admiration on St. Paul's faith in God he was never discouraged in front of the difficulties he faced he said his behavior and that of the people of Malta who welcomed the shipwrecked travelers are examples to follow 我们今天请到神的 帮助我们 to live every trial supported by the energy of faith and to be sensitive to the many naufragi of the history that are exhausted on our shores because we also know to welcome ourselves with this fraternal love that comes from the meeting of Jesus and this is what saves us from the anger of indifference and dishumanity the audience ended on a high note with a performance by the Aqua Circus they tell a story of fighting contamination of the planet's oceans 如果年轻人见过赵宋雄女 真的会很难想象 这样一位远从意大利来的外籍雄女 是怎么样用自己的力量 来翻转新竹坚实山区部落的未来 这位天主的仆人 努力克服文化 语言跟国籍上的差异 融入部落生活当中 用无私的爱守护部落居民 成为深受部落族人尊敬的母母 赵宋女在山林部落当中 为部落居民鞠躬尽瘁动人的身体 为无私的爱做了最好的诠释 感谢您在今天跟我们一起看见 微笑的佛抹杀 我是夏佳璐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